老北为平时是不运动的人 来爬这种山真的是执摸死我了 如果不是为了拍视频 打死我都不会来 真的是太难了 不过好在一路风景特别美 大家看到这块石头 像不像一个星星的头 眼睛 鼻子 嘴巴 下巴 连到脖子 都有了 马上就到了目的景点了 这边是第三个头 这是死眼睛 然后下来这个是嘴 看它有没有像 这是一个头 这是个眼睛 对这种自然界的神迹 泰国人一般都很敬重 都会膜拜 我都一到了现在在当洞口 然后从这里下去就可以摆得到 非常非常的行 好激动好期待 从洞口下来两边是巨大的石头 石头上的纹路看起来像是石的鳞片 一块大石就像旁旋的巨石身体 栩栩栩栩栩活灵活现 根据网上的视频资料 如果经过雨水的洗刷 感觉会更逼真 更震撼 石身旁边就有这块很像石头的岩石 在山洞的附近有一处石头很像石的腹部 而且它有一个洞 看起来就像是石的肚脐 接着我们就登上了山顶 这里供着几尊佛像 我们眼前的这两尊佛像 其实刚才在山下就已经看到了 细心的朋友发现了没 就是标红色的这里 紧接着我们往另一边下山 来到了一处悬崖 这里其实也算个宿佛堂 控制几尊佛像还有高僧 导游说可以对这尊黑式的石佛像许愿 如果愿望容易达成的话 就可以轻易的抬起来 仿之只很难 来补育也许了一个愿望 再往下走就发现了第一处石头 这个也是最逼真 网上讨论度最高的 一开始提到的说很多一些不文明行为就是之前一开始刚开放的时候很多人回来之后就上这里 一般泰国人看到这些神圣的东西他可能就会想来 摸一摸 要的是错误的 不能这样子做 他们就摸摸 撒住这 所以就把这些纹理很多东西都没了 最后来就是零食光辟的加了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孩子就靠自己了 就是不要这样子 除了人为的破坏 其实大自然也有可能会损害这些奇景 所以想看的话 尽照来个哦 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那卡洞 今年5月份 发现了这个洞穴 这里的石头像是旁旋的巨石的身体 而且石头还组成了石的鳞片 为妙为修 更神奇的是洞穴附近还发现了像是石头的巨石 有些人认为天梁的石头不可能形成主石形态 里面可能封印着 那卡石神 那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那卡石神 我们先来看几个视频类比一下 这个画面是不是勾起了你儿时的回忆 没错 这个是新白娘的传奇 也是我们中国版的白石传说 其实泰国也有白石传说 之前有部很火的泰剧 上面那家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在泰国 女性的石神叫 Naki 还有男性的石神叫 那卡 那卡是放石 是印度旧跟佛旧神话的主要成员之一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那卡是头上有鸡酒的巨石 但他不是幽 是有法律的神 传说他是魅公河的守护神 掌握着河流河降雨 那卡传说在泰国不只是神话 也是一种信仰 特别是伊藏地区 在寺庙等圣地 都可以看到那卡的丢象 好了 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今天的旅程也来到了尾声 那不会又开始下山咯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帮我关注点赞转发哦 我们下个旅程再见 拜拜 by bwd6 感谢您的观看